《歷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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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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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在的文是烦恼眨眼 非赖叶不成 我们现前的灵明的诗 随时会有烦恼生息 这个烦恼的活动 如果没有阿赖耶识的话 它是不能成立的 这以下的一共有三段文说明这个意思 烦恼眨眼 非赖叶不成 以下是一共有三段 第一段是转师 为烦恼眨息不成 转师 从前六师 加上莫诺师 都名字为转师 但是在文里边就说的 前六师 前六师 为烦恼眨息是不成立的 此言辞熏息 不诸贪忠 在前面的文曾经解释过 此法与彼法在一起聚生聚灭 此中有能生彼阴性 这就叫做熏息 前面我们解释过了 现在在转师里边 先说眼识 这个眼识 它不是烦恼所熏息的对象 它不能受熏息的 怎么知道呢 前面有一段说过 这是有一段 说此熏息啊 就是严肆和烦恼在一起聚生聚灭的时候 熏成了烦恼的种子 这个种子住在什么地方呢 不住贪中 它不能够住在贪烦恼里面 这个贪烦恼不是烦恼种子居住的地方 什么原因呢 有比贪欲是能一顾 因为贪烦恼 它不是新王 它是新所 这个新王是所以 烦恼是新所 它是能一顾的 它不是王 它是陈 大王 国王和陈 那么陈 那是不自在的 要听国王的意见的 所以这个贪烦恼啊 它不是王 它不自在 它不能作为种子的住处 这个什么原因呢 不兼住 它不能够稳定的安住下去 这个贪烦恼 贪烦恼动了下来 贪烦恼变成趁烦恼了 贪烦恼没有烦恼了 那么那个烦恼种子住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没有住处了 所以这个熏烦恼成的种子 不是住在贪烦恼里面 是已不得住所欲时中 是掩饰 熏烦恼的烦恼种子 也不能说它住在所欲 除了掩饰之外 圣狱的耳狮 鼻狮 舌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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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狮 一直的根 掩饰 一直 眼根 耳狮 一直耳根 耳狮 一直耳根 这个所欲的根呢 是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掩饰的情形呢 就是一转到耳狮去 这是有困难的 因为比如说我们掩饰 阿姨 盐 根只能见舌 你叫他去听声音是不行的 眼尸不可以听声音的 所以耳朵要聋了的话 坏了的话 耳根坏了眼尸不能听声音 他不能代替他 他不能预约 他不能预约根的限制 跑到另一个根去 这不可以 那么眼尸熏悉的种子 叫他预约这个眼根的限制 跑到耳根那里去 这是不行的 所以所一别 你说是眼尸的种子 住在耳根到耳尸去 到鼻子舌尸去 这是有困难的 所以一笔诸是所一别过 这是不行不容易 又决定居生灭过 又有一个理由 他们没有决定在一起聚生聚灭 不能决定这样子 不可以说是 而眼尸和耳尸决定同时的活动 同时在一个境界上活动 是不能 不是眼尸见舌的时候 有了贪心的时候 耳尸也同时在舌的境界上生贪心 这是不能的 不能同时在一起活动 所以很难 眼尸寻生的烦恼 住在耳尸那里 住在彼此舌尸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个熏悉的种子的定义 一定在一个地方聚生聚灭 始终有能生贪心 一定是这样才可以 不然的话 那是不能成为熏悉 所以不能说是 眼尸的种子 由耳尸去受寻始终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就不能住所欲始终 不能这样子 以复不得住自体中 这是第三个理由 就是第三个理由 这是眼尸的熏悉的种子 它也不能住在滩中 也不能住在其余始终 那么住在自体中 住在眼尸这里 住在眼尸这里 以复不得住自体中 也不能住在眼尸这里 因为什么呢 由彼自体决定无有聚生灭 这个熏悉的道理就是 此法与彼法在一起聚生聚灭 才能够受熏 始终又能生贪心的 现在眼尸啊 由彼自体决定无有聚生灭 决定没有两个眼尸 在一起聚生聚灭的嘛 没有这件事嘛 所以也不能住自体中 所以没有住处 事故眼尸 贪能烦恼 寄随烦恼 之所熏悉 不应道理 有前面这三个理由啊 就可以知道 这个眼尸建设的时候 有贪等烦恼 最随烦恼的熏悉的时候 这个眼尸受烦恼熏悉 能够受寻持综吗 不应道理 不合道理 不可以 你要不成压那些事的话 眼尸的烦恼的熏悉的道理 不能成立 没有道理 又乎此时 非时所熏 这里又说 又这个眼尸啊 他也不是眼尸 耳尸 鼻尸 舌尸 其他的事 来熏悉他的 也不能 他也不能受寻 就是因为他本身 不能 不稳定 或人家贪了 或人家又蹭了 或人家又没有烦恼了 他不能安住 他有间断 所以他不能受寻 唯有阿赖耶识才可以 如说眼尸 所欲转世 以夫如是 这里说 这个眼尸是这样子 不能受寻之种 所欲的转世 而是以其余的转世 以夫如是 也是这样子 他也是不能受寻的 如应当之 如其所应 就当之道 是不能受寻之中了 扶持 从无响等 上 朱棣 莫 来生此间 而是烦恼 即随烦恼 所眼出时 此时生时 烟恼 中之 这是第二段 前面是说 转世 为烦恼 熏悉不成 现在是第二段 离欲后退 烦恼眨眼不成 这个离欲后退 这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修禅定的成功了 他远离了 欲的烦恼 没有欲界的众生的那些烦恼 那些烦恼都清除了 清除了 他的寿命到了 就死掉了 就升到舍戒天 无舍戒天去了 升到那里 但寿命尽了 又退下来 所以离欲后又退下来 又回到欲界来 回到欲界来 这个欲界的烦恼又起来了 又起来了这个地方 如果没有阿赖耶斯的话 这个地方有问题 这个烦恼眨眼了 就不能成立 这个地方有困难 扶持从无想等上诸第末 前面转世为烦恼 咱也不成了 我们可以明白了 没有阿赖耶斯不行 扶持还有一个理由 就是另一类众生 从无想等 无想天 无想天是舍戒第四禅里边的人 舍戒第四禅天的人 当然包括初禅 二禅 三禅 都是都在的 而特别的提到无想天 因为无想天 他成就了无想定 他的第六四不动了 他一入定的时候 第六四不动 其他的天呢 这个第六四还是动的 第六四还是动 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乃至空无边出天 十五边出天 无水有出天 飞翔翔翔翔翔翔天 他们六四都还是动的 就是第六四都还是动的 为了无想天呢 他入无想天 连第六四都不动的 第六四不动的 而在烦恼眨眼这个地方里 是最明显的烦恼眨眼不能成立 在底下说 上诸地 末 就是四禅 四空 那么多的地方的众生 末就死掉了 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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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欲界来 生到欲界来 到我们这个欲界的地方来 来受生 儿师烦恼 既谁烦恼 所远出师 是那个时候啊 他来到欲界来 他就有欲界众生的烦恼 根本烦恼和谁烦恼都会出现了 所远出师 被这个欲烦恼 所掩误的初一念识 初一念识 初一念识什么时候呢 就是 皆生相续的时候 假设来到欲界作淫的话 投胎的时候啊 那个中阴森啊 就是 看见父母的时候啊 那初一念识啊 为烦恼所掩误了 就是那一念识 那么 烦恼是能掩误的 那初一念识是所掩误的 现在就说这个初识 此识生识 掩误种子 这个初一念识和烦恼一起 发动了的时候 他应该没有种子 没有种子的 就是 在微识上的道理啊 这个 不管是眼识 耳识 乃识 义识 他的活动 一定要有种子 一刹那间 才能有识 发动出来 没有种子他不动的 他不能有种子 他不能有种子 没有种子不能动 那么 上遇舍戒天 无舍戒天的人来到遇见来 初一念识 那个识要动的时候呢 要有种子 要有种子的 这就是说 你要不成有阿拉耶识的话呢 那么舍戒天 无舍戒天的人死了 来到遇见来 初一念识没有种子 有所依止 既比熏息 并与过去羡物提供 什么理由 什么原因呢 没有种子的 有所依止 既比熏息 由他所依止的 都是一样 所依止的根 既比熏息的种子 并已过去羡物提供 因为没有阿拉耶识 他们以前呢 所依止的根 所依止的死 乃至到一切的烦恼 熏息的种子 都是储藏在阿拉耶识里 你不承认阿拉耶识的存在 就没有阿拉耶识 没有阿拉耶识 这些种子没有地方住 就都死掉了 没有了 没有种子了 没有种子了 那么上二届的人来到 郁街来的时候 出一念识 乃至出一场闹的烦恼 它怎么生起呢 它怎么生起呢 要是你承认阿拉耶识 无始劫来的熏息 这个郁的种子 所有的一切法的种子 都在那里藏着 你前列是怎么样变动嘛 那个种子还是存在的 它有因缘的时候 它这种子就动 一动出来 这个死和烦恼 统统都可以出来 现在有所依旨 既笔熏息 病语过去了 都没有了 因为它 你不承认阿拉耶识 它初开始生到天上去 初开始得到禅定的时候 这个欲都没有了 就是以前是有的 那是过去了 现在这时候没有 已经或者是几千万年 或者多少大劫 都没有欲的 这些种子和死 从中都没有了 现在又回到欲界 重新献出来的时候 没有种子 有所依止 GBC病已过去了 现在没有它的体型 没有 那么 它初一件事怎么生起呢 所以你非要承认有阿拉耶识不可 你不承认这件事是说不过去 不行的 扶持对峙烦恼时 要已生 一切事间于死已灭 而是要的阿拉耶识 所欲烦恼即随烦恼中之在 是对峙始终 不用道理 这是第三段 是对峙始生 烦恼眨眼不成 这是第三段 头一段就指我们欲界的众生 转世为烦恼熏悉不成 是欲界众生说的 第二段就指舍界天 无舍界天 他们来到欲界的时候有困难 现在第三段呢 就指佛教徒 佛教徒遇见佛法了 修行圣道成功了的时候 对峙时 对峙时就是只惯相应思 那是成功了的时候 这一念清净无漏的智慧出现了 对峙时生 它能够消灭烦恼种子的 消灭恶见烦恼种子的 对峙时生 那么小称佛法就是出国 大乘佛法就是得出欢喜地的圣名 这个对峙时生 烦恼眨眼不成 你要不成也完了 也使你 它的烦恼眨眼也有问题 你没有理由能说清楚 这段文是这样意思 扶持对峙时 扶持对峙烦恼时 要一生 这个人不怕辛苦 天天地用功修行直观的时候 修世念处 灰念成功了 这时候得到无漏的智慧了 要一生成就了 出现了 内心里面有光明了 一切世间于死已灭 这个对峙时生的时候 最低限度 你当然要得到禅定 要得到禅定 或者是得未到地定 最低限度未到地定 这个你常常修止观 你内心专入不散乱的时候 第六意思 专入专一的观察所远镜的时候 前五事不动了 在禅定里面 当然是前五事不动 就是我们没得禅定的人 我们第六意思专注的时候 前五事也是不动 也是不动 现在说对峙时生的这位圣人 他这个时候 圣道一现前的时候 一切世间于死已灭 在世间上 那其他的眼识耳识 鼻识 舌识 身识 这些 这些识都已经灭了 不活动的 就是有漏的第六意思也不活动的 因为那个对峙时是无漏的 就是无漏的第六意思在专注 只观的境界里头出现的时候 游乐的第六意思也是灭了 所以一切世间于死已灭 就是唯一都是那清净光明的 无漏的智慧 相应时尚的活动 是这么一个境界 是这么一个境界 而是要的呀 也是所欲烦恼 即随烦恼中之 所以那个时候 就是那个圣人 他那个无漏的指观 一下子相应了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他的烦恼 只是断掉了一部分 断掉了俄的烦恼 俄见的烦恼 是断掉了 其他的很多烦恼还在 那么这些烦恼在 在什么地方呢 是要的要的也是 要是你不承认有阿里耶稣的话 属于的烦恼 即随烦恼中之 在什么地方呢 你说在眼诗耳诗 鼻诗色诗 身诗意诗 都不可以 因为这时候没有了 这时候没有那些诗都没有了 那没有了 他就是烦恼中之 都是没有住处了 那么应该所有的烦恼都清净了 这话也不对 因为得了出国的人 他一定还要努力修行 去得二国 得三国 得四国 但是得无声发言的人 还要两大阿上期间才生活的 还有那么多的烦恼 要继续努力才能清净的 可见烦恼还是在的 那么在就是要有阿里耶稣嘛 这个做一个烦恼种子的储藏的地方 要离阿呢 也是所以烦恼就是烦恼种子的 没有住处了 那么就是一下子的无声发言就成活了 是无何道理 是在此对自始终不应道理 如果说啊 那么多的烦恼啊 就在能对自己清净无漏的死里边 在那里的地方既存 存在那里也是不信 不应道理 这个不合道理 什么的不合道理 你什么原因 此对自始终自信 这个能对自烦恼的死 它的体性啊 是没有细方性的 是光明的 它不通黑暗在一起住 它是对自烦恼的 所以烦恼不能和它在一起住 不能和它在一起住 所以这种光明的智慧的死 一陷起的时候啊 其他有漏的境界都不出现 所以你不能说它在这里面住 这是不对的 它不能在对自始终住 不能 自行借头 云云烦恼惊 云烦恼惊惊惊不惧生灭故 云烦恼惊 这又是提到这个道理 这个熏熏一定是彼此在一起活动 始终又能生彼殒惊心的 而这个对自始 他和云烦恼惊惊惊惊惊 不是惧生俱灭的 他不能授殉持终 他没有这种条件 那么就是 你要不成有阿赖耶识 对峙烦恼时 出生起的时候 一下子就得了换国 应该是那样子 没有是四国的分裂 应该那才对 所以你不成有阿赖耶识 是不对的 这里面有困难 这又说到第二个理由 就是对峙时生 反倒战也不成了 这是还有第二个理由 说富裕后是 又在以后的时候 就是得了出国以后 或者得出欢喜的以后 因为见到的时候 是一刹多间 时间很短 或者十六刹多 时间很短 很短 那么就过来了 就到了修道的开始了 由见到而修道就开始了 开始的时候 这个修道的时间是非常长的 很长的 很长的时候 这位修行人 他不可能够永久在定中 他一定有出定的时候 一出定的时候 这个无漏的智慧就是 隐藏在那里 隐藏在那里 这个世间的分别心又出来了 世间的分别心又出来了 它也可以见闻脚趾 也可以一般的正常的生活 这就是后世世间时生 浮于后世世间时生 就是一般的 世虚地的一些分别心 也有生出来 见到的时候 是与第一地相应 出关的时候 从旨关里面出来的时候 就和世虚地 这是我师父 这是我师兄弟 这是在读经或者静坐 打板的时候要去静坐 这些事件 这些是虚的事情 它还是正常的这样子生活 那么这就是 世间的时又生气了 世间时生 这还是有道理 还要有种子才能生现形 儿时要离阿赖耶识 比诸熏息 这是你不承认有阿赖耶识 只是六个识 那么比诸熏息 比诸熏息的烦恼的种子 熏息的种子 识的种子 烦恼的种子 都是要熏息才有的 记说一识 但这个 识也是一种意识 要一识这个识 心所要一心亡 一心亡被一识 这个烦恼是新所 实是新亡 新亡是新所的意识处 实也是意识处 九一一过去 这些世间的实 在建道的时候 就已经灭掉了 因为你不承认有阿赖耶识 这个时候是无漏的境界 那有漏的境界都已经过去了 现无体过一过去 你不承认有阿赖耶识的时候 那么这些实都没有体型了 因无种子而更得胜 那么一些建道的 无漏的智慧出现的时候 这些有漏的事 有漏的烦恼 这一切的种子 都没有都结束了 都没有体型了 那么到修道的时候 世间时生的时候 因无种子而更得生 那么他们的生起 应该是没有种子了 没有种子能生起 那么对阿罗汉国的人 他的烦恼还应该再重现吧 没有种子就能生嘛 那么断掉了的烦恼是没有种子了 没种子也能生 那没有办法能得胜道了 言无种子而更得生 这是不合道理 所以从修胜道 得建道以后的情形来看 也非要有阿赖耶识不可 事故要离阿赖耶识 烦恼眨眼皆不得成 从前面这一共是三段 转私为烦恼熏悉不成 离狱后退烦恼眨眼不成 对日时生烦恼眨眼不成 从这三方面的观察 就可以知道 非有有阿赖耶识不可 要是不成有阿赖耶识 烦恼眨眼之不能成立 这是 云和叶眨眼不成 云和叶的前面是烦恼眨眼不成 烦恼眨眼非烂也不成 现在第二段呢 就说到叶眨眼非烂也不成 叶就是我们的身口意的活动 身口意的活动 或者是做辅业 或者是造醉业 或者是造不动业 这三种业都是在烦恼的活动里面成就的 所以都是眨眼 都是不清静 也需要有阿赖耶识这件事才能成就的 怎么呢 什么理由啊 要没有阿赖耶识 一眨眼就不成立呢 行为原始不相因果 只要无者取为原有 以不相因 这是两个理由 现在先说这第一个 行为原始不相因果 行就是前面那个业 就是十二元起里面 行原始 无明原形行原始 这个行将才说了 就是身口意的活动 或者是辅业 或者是罪业 或者是不动业 这样的活动啊 的时候呢 他就是和阿赖耶识的巨生巨灭 因为那个辅业 罪业不动业 就是千七十 那么千七十和第八十在一起 在一起 千七十一动 阿赖耶识就受巨了 就把这个辅业 罪业不动业 就寻成种子在阿赖耶识里面 这个前面这个行是这几类 寻成了种子就是十 就叫做十字 十二元起里面那个十字 就指刑训息的种子在阿赖耶识里面 就叫做十字 就叫做十 十的受巨 阿赖耶识受巨成就了各式各样的种子 那就要叫做十字 就是叫做十 那么行为原始不相言过 要是你不成有阿赖耶识呢 那个十是谁呢 行为原始那个十是谁呢 说千六十也不可以 千六十因为有间断 他也不能受巨 因为有时候是善不能受恶巨 他有时候是恶 也不能受善的巨心 那么有时候也是无忌是可以受巨 但是他有间断 有间断也不能受巨 所以要不是你不成有阿赖耶识 那个十是谁呢 所以这个就行为原始不相言过 也就是业扎也不能成立了不 这个业你扎了很多的业 没有能受巨持种的就是没有因果了 做善没有善报 做恶也没有恶报了 因为没有种子 之所以行为原始不相言过 就是不能成立了 只要无者取为原有 已不相应 所以此阿赖耶识 你要因为是没有的 没有阿赖耶识 那么十二元旗里边那个取为原有 也是不成功了 也不能成立了 这个取主要就指爱烦恼说 爱烦恼增长了特别的强 就叫做取 爱原取 这个爱烦恼的 著见的熏悉 爱烦恼就特别强 所以就会去为了爱 我就会造种种的业 去造种种的业 那么一方面你创造了业 一方面要爱烦恼的 自印 自印这个业的业 就使令这个业的业 达到了一个最高的程度 什么是最高的程度呢 就是有能力去造干国报了 所以叫做有 就是初开始造业的时候 那个业虽然可以明知为业 但是未必有能力得国报 所以不明知为有 要经过了爱烦恼的自印 爱烦恼的支持 爱烦恼的帮助 这个时候业力就强起来 强起来所以明知为有 所以叫做爱原有 也就是取原有 就是取原有的意思 就是取原有的意思 那么由爱烦恼来 熏悉以前造的业 也就明知 也其实在重复地再造业 继续造业 继续造业 继续造业就 就把以前造的业的力量加强了 所以能造干国报 那就叫做取原有 如果说是你不成有阿拉耶识 以前所造的业 不能够受殉此重 没有业 没有了 虽然是造了 但是一刹那间过去就是没有了 没有了的时候 现在这个取原有 这个取去熏悉以前的那个月 这件事不能成立了 没有了 寻习什么呢 没有了 不能只寻习了 所以这个 在这个 诸心无常的道理上看 刹那刹那间的 有违法的变化 都过去了 昨天的事情 昨天的事情今天没有了 今天的事情也刹那刹那都只是过去了 也都没有了 但是有个阿拉耶识 能承受熏悉又转成现在 就把那个业力熏成的种子 烦恼熏悉的种子 或者做功德熏悉的种子 都是存在在现在 而没有过去 那些事是过去了 但是熏悉的成就 要儲藏在阿拉耶识里面 是现在的 是现在的 没有过去 没有过去 现在还存在 你继续可以熏悉 你修止观 我昨天做得很好啊 但是世界上也是过去了 你今天继续静坐 他继续地熏悉它 使能用静坐的功德继续地增长 要是没有阿拉耶识 不能承受熏悉 那就没有了 没有了 你今天继续坐 也不容易进步 不容易进步 烦恼以不如是 所以 所以 一切熏悉的种子 都是这样的 没有阿拉耶识的受熏 这种 你再做 还是和最初一样 没有办法 进步 所以 取位缘由 以不相应 这个道理也讲不通了 所以 只要无者 取位缘由 以不相应 所以 从这两个 行为缘识 行缘识 取缘由 从这两个地方来观察 不承也有阿拉耶识 你也眨眼不承 也眨眼不承 不能成立的 这是烦恼眨眼 也眨眼不承 云和为生眨眼不承 这三眨眼 生眨眼 就是 这一个生命 从开始到最后结束 就是 所谓的 到老死 死之前 从生到老死之前 这一段的生命 从那个生 从开始到结束 都叫做生眨眼 因为这个生命不是清净的 所以都是无言 就是生眨眼 这个生眨眼 在一起生命体上去观察 也一定要有阿拉耶识才可以成立 如果没有阿拉耶识 这个生眨眼也是不能成立的 怎么知道你什么理由可以知道呢 是皆相续实 不相因故 这底下你 这是分两大段 第一段是要生未变 生 这个生命体初开始的时候叫生 你知道存在也叫生 第二段 第二段要死未变 生命结束了 从这个地方来变 来说明阿拉耶识也需要有阿拉耶识 不然这个死还死不来的 第一段要生未变 离变 又分成两颗 第一颗要非等隐地变 非等隐地变 这个等隐地 就是得禅定的 舍戒定 无舍戒定 都叫做等隐 这个等隐呢 这个等就是平等 我其实讲过的 也不昏沉 也不散乱 明镜而住 所有的定都是有这样的功德 那么由这个定 引导你达到这个经历 就叫做等隐 这是一个解释 或者这个等字就是当个定之家 你得到了这样的定 就会引发出来种种种种的功德 所以就是等隐 这个等隐地就是舍戒定 无舍戒定 这两种定 两种禅定 非等隐地 就是我们御界 御界的人因为有御也就是没有禅定 要御界的人来说明 非要有阿赖耶识 你才能够接生相续 接相续是不相应过 要不成有阿赖耶识 你这个接相续的时候 就是不对劲 就是不能成立的 这个接相续怎么讲呢 我看这个 说要有于此非等隐地 莫以生死 依中有畏意 其然无意识 皆生相续 是假设这一个人 有这么一个人 在此非等隐地 就是在御界 就是我们御界的人 莫死了 我们这个有御的人死了 死了已 就是死了以后 又来到御界 还是在御界 受生了 受生的时候 受生的时候呢 一中有畏 一共是有四个有 一共是有四个有 一个是本有 本有就是我们生命体 存在的这个时候 这个身体 几十年或者几百年 几千年 这个就是本有 死有 第二有叫死有 就是这个生命体 最后一探 我死亡的时候 那叫做死有 死有以后 又有个中有 中有以后 还有个生有 就是下一个生命 初开始的一探诺 叫做生有 生有 本有 死有 还有个中有 这个中是怎么讲的 前一个生命 和后一个生命的中间 也有一个生命 那个生命也是一样 也是有蛇受相应死的 所以叫做有 所以叫做有 但是那个中有是 是化生 是化生 我们这个本有 也可能是化生 也可能是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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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胎生是化 中有决定是化生 就是乌而乎有 这个中有的时候 这个生命体 中有味 就是那个阶段 在那个阶段 是非等隐地末 以生死 以中有味 这是生死啊 就是下一个生命 要开始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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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生有之前 有个中有嘛 在中有味 那个中有的时候 就是说他的义根 中有也是八个石都具处的 雅尔比特森 六根也都具处 其实和人一样 都是六根具处 其言误一识 这个中有的 这个义根 他发起来言误的意思 就是他看见父母的境界呢 他心里面不是有爱心 就是有证悟的心 一个称心 一个爱心 这两种心情都有 这个心一动起来 你心就被延误了 这个意思被延误了 就成了延误的意思 这个延误意思一动呢 一动的时候啊 就皆生相虚了 就皆生相虚了 这个皆这个字 其实和后边那个皆罗兰的字 有关系 这个皆者和也 皆者和也 后面就是这个诗啊 就是我们明了性的诗啊 和父母的一体啊 合合在一起 叫做和 所以和呢 这个生命就成就了 下一个生命就开始了 那么相续 就是前一个生命死掉了 那么这个中间的生命也死掉了 但是又有个生命又出现了 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生命 相续下去 没有断 没有中断 就前一个生命啊 死掉了 又有个新的生命相续下去 所以叫做相续 叫做接生相续 这个中有啊 他 他就是 后一个生命的开始 但是不是正式的 不是正式 比如说应该是做银呢 那个中有就和银差不多 就和银一样 比如说他要是做牛的话 下一个生命是做牛 那个中有就和牛的一样 就是牛的样子 但是不是正式的 所以一定要去投胎 才能成为牛的身体 所以这个相续 中有也是有相续的意思 可是不是正式的 就是后一个生命的出现了 这时候就是相续下去了 接生相续 就是一中有味 亦 其眼无一时 接生相续 持眼无一时 亦中有中灭 这个眼无一时啊 他一生起来的时候 他 他不是永久 有眼无一时的 他就在中有中的时候 就灭 就死掉了 这个眼无一 就是中有的最后一刹弄性 眼无一的这个 中有的最后一刹弄性 一动了的时候啊 他就醉了 他就醉了 即像喝酒喝醉了的时候 就醉了 就焖绝了 中有就死掉了 这个眼无一也没有了啊 这个中有也是没有了 所以说是 于中有中灭 一刹弄性就没有了 这个没有了的时候呢 于母胎中死 接着咱更相和和 就是啊 这个灭了的时候啊 就是前六死没有了 前六死没有了 就是阿雷耶尔的 阿雷耶尔的 阿雷耶尔的 就是入母胎的 于母胎中 在母胎中啊 死 接着咱更相和 更相和 就是那个接生相续那个结的意思 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啊 其中一个 这个死 和那个父母的一体 就是接着咱 父母的一体叫接着咱 翻到中国话翻个凝华 也翻一个杂烩 就是父亲和母亲的一体 这个杂烩的啊 凝华的这个物质啊 和你这个人的死 更相和和 互相的合在一起 这个时候叫做接生相续 这个众生啊 欲接的众生呢 就是这样子啊 这样子就生命开始了 说要既一死 与彼何何 既何何以 依之此时 于母胎中有 一死转 前面那个标 这个标出这个文的大意思说啊 是 皆相续实 不相因果 就是在啊 这个生命体初开始 成立的时候 要没有阿赖耶斯是不行的 实际话 现在这一段文呢 就是先说明我们的生命体 成立的时候的情况 一个经过 这一段经过 这下面 要既一死 这以下呢 说明要没有阿赖是不可以 什么理由说是不可以呢 说要既一死与彼何何 就是在闷觉的时候 这个中阴中有啊 最后的一念心是阎无心 阎无心一动起来以后就闷觉了 闷觉了就是 就是 事实上的情形 按维持的道理来说 就是前六死没有了 没有了这个时候就是 阿赖耶斯投胎了 这个死就是阿赖耶斯 阿赖耶斯 阿赖耶斯啊 与杰罗兰更相合合 但是这个小乘佛教的学者 不成也有阿赖耶斯 那么那个死截罗兰更相合合那个死啊 当然就是得要一死了 既留一死 不是阿赖耶斯 就是说一死 所以要既一死与彼何何 与彼接罗兰何何 要是这样 这样讲 既和何以 一字此时 余母胎中 有一死转 因为和何的出于刹罗的时候 是闷觉的 是闷觉的 不是什么明了的 不是 是闷觉的 那么和何了以后 一字此和何时 余母胎中 有一死转 又有一个明了的意思 生起 有个明了的意思生起来 有明了的意思生起来 有明了的意思生起来 在一个巢里面 吓得很明了 藏在那个巢里面 或者是这样 幽浮得的人 不是 幽浮得的人是在一个大花园里面 或者是在一个大楼阁里面 很安乐自在地住在那里 所以 所以余母胎中 有一死转 就是这么回事 心里面是这样 不知道是在母胎中 不知道 除非是圣灵 或者是菩萨 大福射经典可以知道 我们一般人都是不知道 是有这么回事情 所以余母胎中 有一死转 这样前辈说 要既一死与彼合合 既合合矣 那一年初开始 那个合合时 是没有明了性的 不知道 但是这个明了性的时间 过去了的时候 余母胎中有意思 有个明了意思出现 这个明了意思就是 就是妄想的境界 各式各样的妄想的境界 要而既应有二意思 就是这个 要是那样的话 要是你不成有阿拉耶识的话 那么就是有两个意思 最初有个合合的意思 还有后来你又生起了一个明了的意思 有两个意思 在母胎中同时而转 同时在那里献起 这是没有这种道理 这个境上是不允许啊 同时同处有两个意思 这境上很明白的说出来 不是的 那么不是有两个意思 其中就是有一个不是意思 就应该能合合啊 能合合啊 能合合时啊 它不是第六意思 它应该是阿拉耶识 应该是这样才对 有些于比 有些于比合合之时 是意识性 不应道理 所以说是你不成有阿拉耶识 那么最初啊 于比杰罗兰 于那个宁华 雜卉的宁华呀 合合的那个是 说那个是意识性 是不合道理的 是没有理由说它是意识 为什么呢 人们怎么知道是不合道理呢 依然无故 时无断故 一时所愿不可得故 是这样子 第一个理由啊 依然无故 这个 那个合合时啊 合合时的前一念 一定是掩误的 那个合合时 合合时的前一念 一定是掩误的 就是所有的这个众生啊 在这个生命体的 中有的 最后的一刹诺心 去投胎的时候 去接生相续的时候 都是掩误心 都是掩误心 因为那个掩误心呢 才出现那个合合时的 这个次的一定是这样子的 那个合合时的 这个 一定一千一年的掩误一定是这样子 你说它是一时 就不对 怎么知道呢 因为我们平常第六一时活动啊 不决定是掩误 因为有的时候是掩误 有的时候也不掩误 有的时候也是无忌 他就是不决定 但是那个合合时啊 他前一年一定是掩误的 那就是和我们一般说的 第六一时不同 所以你说它一定是第六一时 不一定对 不一定对 这样意思 十五段故 第二个理由呢 那个合合时啊 自从一开始啊 接了来的合合了以后 一直到最后 它是不间断的 它不间断 我们平常的这个第六一时 我们平常的这个第六一时 不是有的时候在活动 有时候断了 中断了 第六一时不动了 我们有这个时候 我们说到什么打击的时候 闷绝了 闷绝的时候啊 就是第六一时也不动了 我们睡觉的时候不做梦啊 第六一时也没有了 睡眠的时候做梦 做梦的这个就是第六四 就是第六四 我们不睡觉的时候啊 我们睁开眼睛的时候 能看见一切的清黄慈白的物像 耳朵能听声音啊 但睡着觉的时候 眼识耳识 鼻识舌识 身识统统都不动了啊 不动了嘛 做梦的时候啊 也能见舌温身啊 也可以吃饭啊 也可以知道冷 也可以知道热的 那都是第六四的作用 都是第六四 那时候第六四没有断 要是不做梦的时候啊 睡眠不做梦的时候啊 第六四就停下来了 就中断了 所以平常我们的生活中啊 第六四有时候是间断的 但是呢 和何时啊 投胎以后呢 和何时 十五断 它没有中断的时候 它一直都是相续不断的 这和第六四不同 你说它是第六四不对 是一时所缘不可得过 你说它是第六四 是不对 因为我们平常生活的时候啊 这个第六一时有所缘禁啊 是明明了了的 但是做梦 那什么也是清清楚楚的啊 也是明了的啊 但是那个和何时 和何时它缘什么境界 你不知道 和何时在那梦觉的时候 那个和何时 它心里缘什么 缘念什么 你不知道 不明了 这样说呢 你说它是第六四 不对 不对的 所以是 所以你说它一时是一时 但是那所缘是不可得 你得不得 那不是它应该什么 所以它不应该是第六四 应该是阿雷耶士 应该是这样才对 你要承认识 它是阿雷耶士 是和何时即是意识 是和何时即是意识 唯此和何意识 即是一切种子识 唯一之此时所生欲识 是一切种子识 在底下呢 就是这个论 本论的论主啊 退一步 退一步 是和何时即是意识 假设说是那个和杰罗兰 和何在一起的那个识 就还要同意你的说法 是意识 即是第六意识 唯此和何意识 但是我提出问题问你 说这个和何的意识 即是一切种子识 即是一些大乘佛法律说 那一切种子识吧 就是它们 唯此和何意识 即是一切种子识 是吧 唯一之此时所生欲识 是一切种子识 唯一指这个和何时 生出来其他的意识 是一切种子识 提出这两个问题问他 要指和何何时是一切种子识 即是阿里耶识 如意义名利美识 但是你这个人哪 制造性太强了 不高兴说他是阿里耶识 就是另外一个名字 就是另外说一个名字叫做意识 那就是和大乘佛法是一致的了 只是名字不同而已 内容是一致 要能一致的识是一切种子识 要是说和何时它不是一切种子识 要能一致的这个识 和何时是所一致的 一致和何时生出来的意思 那就是能一致的识 这个能一致的识是一切种子识 要是你这样讲的话 是在所一因识非一切种子识 能一果识是一切种子识 不应道理 这是不合道理 是能一致识是一切种子识 这样说你是在所一的因识 那何何时 所一的何何时 何何时是因 生出来的那个意思是国 那么因为本 国是为末 国为末 但是你现在呀 所一能一致识是一切种子识 那么所一的因识不是一切种子识 能一的果识是一切种子识 这不是颠倒了吗 能一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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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可能是一切种子识 要所一的因才是 所一的因是国之所一 国一因为所一 以所一为阿赖耶识为一切种子识 能一子识不是阿赖耶识 这样才合道理 你颠倒过来 你颠倒过来 说能一子的果实是阿赖耶识 是一切种子识 这是错误了 这是不合道理的 事故成就此何何时 非是亦是 但是亦熟是一切种子识 这是把前面这一段文件说了 所以从这么多的这一段的辩论 就是成就了 也就是成立了 此何何时不是亦是 就是和杰勒兰合合一起的那个是 他就是阿特诺史 就是阿赖耶识 他能支持这个根深 使令他不坏 成为生命体 那不是第六亦是 但是亦熟是 就是阿赖耶识的果 那个果像 他是艺术果 他是所谓果实 就是现行的阿赖耶识 那这个识 是这个识 是一切种子识 也就是那个阿赖耶识的印象 他是一切法的种子识 而不是第六亦识 这样才何道理 福尺皆生相须已 要离一处时 直受舍根 已不可得 这底下是第二段 第二段 这是第一段 要皆生相须不成 就是生命体 开死的时候 没有阿赖耶识 是不能成立 现在说第二段 直受根深不成 开死以后 直受根深 这个道理 没有阿赖耶识 还是不能成立的 福尺皆生相须 要离一处时 直受舍根 一处可得 这个直受舍根 这句话 我们也是讲过 这个识 它有直受舍根的作用 这个舍根呢 就是眼根 耳根 鼻根 舍根 肾根 这无尽舍根 第六亦根是无舍的 前五根是有舍 这前五根物质的 这个生理的主子 要由阿赖耶识的 支持他 他才能够有感觉 才能做实的意志处 从开始到最后死亡 中间这一段 都是由阿赖耶识的直受 他才成为一个活泼的生命体 我们生命成为一个活泼的人呢 是因为有阿赖耶识的关系 所以要不成为阿赖耶识呢 直受舍根 以不可得 那么别的死 别的死不可以 所以皆生相续以 就是你这个生命体啊 已经组织好了 阿赖耶识和这个杰勒兰和合 成为一个有生命的东西了 生命的组织 这个时候啊 要离艺术师 要离开一死而熟 一类而熟的阿赖耶识 这个直受舍根的这个力量 不可得 没有 就没有 要没有阿赖耶识 直受舍根的力量是不存在的 只有阿赖耶识能直受 其他人不能直受 所以没有阿赖耶识的 就没有直受者了 没有直受 人就变成死死了 是其余诸诸诗 各别一故 不坚诸 如果说你不撑牙了 也是 就是身体直受 就是六死 就是直受者 你要这样说 不行 其余诸诗啊 是各别一故 言诗啊 就一支眼根 儿诗就一支耳根 乃诗一支一支一根 个别一支 他所一支的根 他不能全面地直受这个舍根 最多呀 他直受他本身的这个 所一支的根 最多是这样 但是也是不合道理 不建筑 他不能稳定地 长相续地按住那里 有时候不活动了 言诗不活动了 儿诗 彼此 生识 都不活动了 都停止了 一停止的时候啊 你要说六死能够直受的话 六死不活动了 就是不能直受了 要没有死来直受 这个身体就烂坏了 变成死死了 事实上呢 你又没有变成死死 还是有直受 还是有直受 是诸舌根 不应的意思 这些诸舌根呢 还是有直受 有直受吧 是谁呢 就是阿里耶尔 不应离死 他不应该离开 死 他还是有死 有死那就是阿里耶尔 就是不应该离开阿里耶尔 有个直受者的 要离开阿里耶尔 别的诸根呢 他不能 他没有这种力量 他不稳定 他不能长相续 所以这个身体的直受 还是有问题 所以非要有阿里耶尔 不可 这是第二段 直受根深不成 要是前六死就不行 不能直受 要离一术时 死于名舌更乎相依 譬如如树相依而转 此以不成 这是第三段 死于名舌 呼一不成 要离一术时 你不成立阿里耶尔 死于名舌更乎相依 这个道理 这是佛说的话 佛的圣调也不能成立了 这个死于名舌 这第一个识就是阿里耶尔 名舌 名舌 名舌这个名 就是吴韵里边的受想行识 都叫做名 受想行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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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是心所 死是心王 就是言识乃是意识 这个意识包裹在名里边 这个蛇呢 就是杰罗兰 就是父母的遗体 死于名舌更互相依 这个阿里耶尔 以名舌为所依之处 而名舌呢 又以阿里耶尔为依之处 更互相依 就是说他们互相的为依之处 我为你的依之处 你也为我的依之处 这样子才能成为一个生命体 继续地存在的 这样子 你说那个死是阿里耶尔 不对 那个死是第六意识 那个名里边只有受想行 或者是前五识 把那个第六意识分开那个死 名里边的没有第六意识 就这样子叫做 死于名才更互相依 不需要有阿里耶尔 你这样说是不合道理 怎么知道呢 因为死与杰勒兰出合合的时候 就是出偷胎的时候 出结胎的时候 前五根没有成立 死与杰勒兰合合 组成开始组成一个生命体的时候 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 前五根都没成立 没有成立 前五识没有 没有根就没有识 没有识这个时候 那个名里面是什么 没有受想行 也没有五识 那么只有第六意识 所以第六意识是在名里面 而独立的那个识就是阿里耶尔 这样子是 死与名才更互相依 是这样子 你如果你说那个时候 就有前五识了 一识识不合 说不过去 不对 所以啊 你非要成也有阿里耶尔 不可 不然的话 那个识与名才那个识 是什么说 就不能成立了 识与名者更互相依 譬如卢树相依而转 卢草啊 米捆卢草啊 互相依才能站得住 这个名识名舌也是 互相依止才能成立 不要缺少一份呢 就不能成立 所以没阿里耶尔 这个圣灵体也不成就了 所以 是识与不成 是要离一书时 一生有情 时时不成 何以故 一六识中 随取一识 于三界中 一生有情 能做时时不可得过 所以要离一书时 这底下嘛 ABCD 就是第四段 时时不成 这个时啊 这个饮时啊 就是要有营养 能够 能滋养这个生命体 使用它有力量 维持这个生有情的生命 那个力量叫做时 时佛法里面说 有断食 除食 一丝死 死 死 是死 四种饮食 断食呢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 所用的这些饮食 一断一断的 物质 有营养的物质 是断食 这个除食是什么呢 实在来说 叫乐意处食 就是令你心里面 欢喜的这种处 我看见一样行舍 心里也欢喜 我听见声音呢 心里也欢喜 这就有滋养生命的力量 所以我们要随便的就骂人的话 将一不欢喜啊 就是没有滋养生命的力量 没有滋养生命的力量 所以因与人呢 于原则 于根本的原则 互相违背的时候 尽量说些顺乎人情的话 不要 不要一下子把你创到南墙上去 吃吃 不要说这种话 那么这时候 人心情快乐 对生命的滋养的力量强一点 强一点 所以这个叫做乐意处食 叫乐意处 断食 处食 一施食 一施食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有希望 我做一件事 虽然还没成功啊 但是我有希望能成功 这样的希望呢 对你生命存在有大 有支持的力量 也要一丝丝 有希望 从这上看 人要是没有希望了 人就不能生存 不能活下去了 完全没有希望了 他就是要死掉了 他就是要死掉了 所以除霸王要自杀 我看就是没有希望了 被列邦打倒了 哎呀 扑不下去了 就是没有意思死了 没有希望了 心情快乐 也是不错 有希望 也能活下去 最后一个死死 怎么叫死死呢 就是阿雷耶斯 阿雷耶斯 有指使你的生命体 不烂不坏 这个生命的阻止 能正常地运行 正常地活动 他能死掉 他不烂不坏 继续地生存下去 这个力量 也是阿雷耶斯的力量 如果没有这个死人 那你有希望也不行 所以死阿雷耶斯要离开身体了 人就是得要死了 心情怎么快乐也不行 所以这个死死 死倒是非常重要了 其实也就是业力 也就是业力 自己破坏自己的身体也会死 但是这个业力要尽量 也是得要死 所以佛法是全面地来说 有四种眼识 四种眼识在这里说 千种眼识不提 就是指说第四种 死死 要离易俗死 要离开了 这个阿雷耶斯 一生有情 死死不成 已经生命体成就了的有情 这个第四的死死不能成立 不能成立了 何以故 什么原因 没有阿雷耶斯 这个死死不成就 一六死中 谁取一死 说不成阿雷耶斯 我有千六死就好了 千六死里面 随你的欢喜 你取哪一个死 是 欲三戒中 一生有情 能做十事不可得 不可以 在欲戒舍戒 无舍戒 三戒里面 一生的有情里面 那六个死里面 能做十事的不可得 死不可得 死不可得 那舍戒天 没有 他不动 但是还会眼耳 眼耳生 等到二战以上 一千五死都不动 就是第六一死 一直到 一直到飞飞响 也是 只是 第六死 那么到五想天 那 第六死也不动的 第六死都不动的 这样说 这六个死 三戒都是不普遍的 只有第六一死 第六一死 除了五想天 其他的地方都是有 五想天都还没有 所以你虽取一死 能做十事 不可得 不可以 没有 只有阿赖耶识是普遍的 不管到什么时候 是地狱也好 乃至非非想天 乃至无想天也好 都有阿赖耶识 所以他可以做十事 因为要其他的是一间断 就没有东西吃了 十事就不成立 不成立 应该要死掉了 但是因此 逐渐这个十事还是存在 存在 那只有阿赖耶识才是存在的 其他的是有间断不可以 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 你也要承认有阿赖耶识 不然的话 就是有这么多的困难 你说过去 我们就讲到这里好吧 我们就讲到这里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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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